來到高雄捷運站免費書籍架上 可以看到各種書籍 其中這一本文化局的二月刊物 紅色封面喜氣洋洋 還有牛年插圖 介紹高雄的文化活動 但卻被發現 國民黨政策會專員 呂慶為臉書PO文 高雄市文化局刊物 使用簡體字 指的是 那一頁介紹春節活動 愛情牛的愛少了心 繁體的愛才有心 算高雄市政府 有愛無心沒關係 只要奪權上位就好 不必真心愛高雄嗎 文化局澄清 有愛無心是古字設計 非簡體字 但呂慶為在PO文打臉 封面的藤字也有問題 繁體的藤 馬字下面四點非一條線 說這是不折不扣的簡體字 轟高雄市政府說謊 也質疑民進黨立委劉思芳 曾經修理韓市府 大馬路上的帶轉區 用的是日本簡體字 還算還我繁體字 如今卻沒人說話 被質疑雙重標準 文化局希望外界尊重不一樣的政治意識形態 也尊重不一樣的藝術圖像表現 但未來會在尊重設計前提下 承證溝通避免類似爭議再發生 記者 吳針王書宏 高雄老